可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期望太高 还是我的刻板印象太重 每个人讲台湾很好 我也觉得很好 可是我去到那边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没有我想象中的这样好 台湾的交通呢 我可以讲是 最最完蛋的一个点来啦 我真的没有话讲 OK 真的是 地狱 台湾呢基本上它的人行道 就是车走了一个马路 可能它隔壁拿一个20cm 隔一条线出来 那个就是你走路的地方 那个感觉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等于零的概念 你还是跟车走在同一个马路上面 然后过来一个车 也是随时随地 它一不小心 它就可以马上撞到你的身上去的 马来西亚网红 The Benji大棒季 日前分享来台湾旅游的心得 坦言台湾并没有他想象中来的好 最让他惊讶的是台湾的交通状况 人行道与车道间的距离太过狭窄 让他直呼 真的是地狱 不过他强调这只是个人体验 当成听故事就好 不用太认真 还是我的刻板印象太重 每个人讲台湾很好 我也觉得很好 可是我去到那边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没有我想象中的这样好 其实当我们一下飞机过海关了 过后一出去外面看到台湾的整个城市的样貌的时候 我其实会发现到 眼前不管是车辆还是建筑物 就整个东西整个画面好像上了一个filter 就那种很复古的filter 然后就会看到很多店面的看板 那些他们的招牌突出来的感觉 然后最印象深刻的东西就是 他们的那个建筑物跟建筑物之间 然后他们的那个反差很大 你基本上走在那个街上 有时你会看到 诶这个建筑物很美哦 可是隔壁那个黑到鬼 然后有些还深清台这样子 就他会有一只这样子的一个反差感 然后过那个招牌也是很乱乱这样的感觉 然后过又车水马龙这样子 反而我去到台湾的第一印象 我会觉得这边很像是我认知上面的一个香港这样啊 台湾的交通勒我可以讲是 最XX最完蛋的一个点来啦 我自己本身去啊这个旅行七天啦 OK我觉得台湾的交通真的是 来我真的没有话讲OK 真的是地狱 你知道吗 短短七天吧我就感受到走在台湾的街上 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等下讲恐怖勒我这边就跟你们解释一下 我刚才讲过我去过日本 OK 日本这个国家叻他们有一个来 意思就是叫做步行者天国 简单来讲步行者天国这个东西叻 就是给那些来我们走路的人哦 都可以在马路上面随意通行 然后过我们只需要走路 我们就可以去到任何的地方那样的感觉 也不会因为我们走在马路上面 我们会有那些安全的问题啦 可能他们会把街道上面的斑马线啊 画到很大啊 大到比那些车走的路更加大那样的感觉 可是台湾的OK 台湾呢基本上它的人行道叻 就是车走的一个马路 可能它隔壁拿一个20cm那样子 隔一条线出来 那个就是你走路的地方那样的感觉啊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 你在马来西亚走在马路上面 只是你的马路有隔一个20cm 给你走那样的感觉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等于零的概念 你还是跟车走在同一个马路上面 然后过来一个车 也是随时随地它一不小心 它就可以马上撞到你的身上去 这个东西是一个 如果要做 你就做100%这样的感觉 就很像日本那样子 他们要做的话 他们就做最完善的一个东西 很像我们马来西亚那样子 我们基本上没有这种不行者天国的意思 我们在马来西亚还是需要驾车多一点 因为我们行人基本上都不会走在马路上面 所以对于我来讲 这种不行者天国这个意思 就是你要做 你就做到最好 你不要做你就完全不要做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做到一半一半的话 你会导致很多所谓的安全隐患出来 台湾的食物其实 没有到很好 我就觉得中等罢了啦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发觉到 台湾的食物很多 都是比较煎炸类的 就可能鸡扒啊 严肃鸡啊 吉拿棒啊 大肠包小肠啊 都是那种比较热气的东西 虽然讲他们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可是我基本上去夜市看到的东西都是重复性很大 我还是要讲一下啦 我最impressed的台湾食物 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 卤肉饭 还有他们的珍珠奶茶 这两个东西都是来自台湾 你要难测都很难啦 讲其他国家人不好 我觉得这东西是有一点太以便盖全了 可是我不得不讲是因为 我这次的体验真的是蛮糟糕一下 在台湾这个地方 我去那边要体会人情味 可是我体验到很多 不应该要有的人情味 当时一下飞机的时候呢 在海关罢了 我就想要去体验所谓台湾人的人情味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下飞机 我们看到很多海关 我们就觉得那边的东西很乱 我们不知道要怎样进 所以我们当时就随便去找一个工作人员 来问问一下 来体验一下台湾人的热情 这样的感觉啦 就问他 诶怎样走 要走哪里 这样的感觉 我们一讲完了过后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刚刚他跟他老婆吵架 还是他打连书几场 他就整个很不耐烦的 就这样子叫我过来这样子 叫我过来这样子 很大力量的感觉 就整个很不耐烦的 带我过去那个海关的地方 我刚刚下飞机爆 就遇到一个这样的人 你跟我讲我的心里肯定会难受的 今天一个完全没有对台湾 没有任何印象的人 去台湾他一开始就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 你也很难去说服他 讲台湾这个地方是一个 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睡 还是本身这个大环境 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更加希望是我自己睡啦 所以就希望大家不要这样认真 看看就好 当成是一个听故事 这样的感觉罢了 所以也希望 你们有一些台湾的朋友 还是台湾的观众 也可以跟我分享 你们对于我讲的东西 有没有公明 还是你们觉得我讲的东西就是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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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